好,當你準備好了剛剛的一個動作的 尤其是把這個記事本叫出來 把GGP改一下 這個選項 剛剛物件標籤 只顯示行點或是開始不顯示 把它改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來做這個摩天輪的主體 摩天輪的主體 當然一個大的圓 它中間要直徑 對不對,它中間要直徑 然後呢 圓心要撐出一個大的柱子來 好,那這個是我們現在要做的囉 好,怎麼做呢 好,現在開始 那大的圓到底多大呢 好,那這個呢 你可能要稍微 我們可以用這個數值滑桿 我都很喜歡用數值滑桿 到時候你可以控制摩天輪的這個大小 可以控制摩天輪的大小 好,數值滑桿我們按一下 在這邊地方 空白,繪圖去空白按一下 名稱呢,我們就用R 好,讓它變成半徑R 那這個大小呢 好,就讓它變成這個0到10好了 好,0到10 那真量呢 就讓它變0.5好了 好,OK,好,確定 好,那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R 12345678910 好,再來呢 我們要點這個摩天輪那個大圓框 所以我們做一個心點 在最中間點一下 那它的這個圓呢 在這裡 圓我們需要的是圓心跟半徑數值 好,在這裡 123456 還有第六個 下面 圓心跟半徑數值 好,這個圓... 好,我們按一下之後呢 圓心就是這個點 好,半徑數值我們就打R 好,R,然後按確定 欸,這樣子 欸,但是你說,欸 老師,怎麼沒有出來 因為現在R是0嘛 好,所以我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點 好,這樣子 好,放大一點點 好,那這個R呢 好,出來 好,6 像我這裡出來6 那它是 這個黑框 我覺得不是很好看 好,不是很好看 所以呢,我們按一下這個 右鍵 屬性 我們等一下來改一下這個 這個 顏色 欸,可是改顏色之前 我們一般看到的摩天輪 它的這個旁邊周圍 是不是有霓紅燈會去做變換 所以我們是叫霓紅燈 所以我們再加一個數值滑感 好,數值滑感 在繪圖區按一下 我這裡給它寫個F 好,我就填滿 F 那F就是從 好,看你啦 從0 好,到這個 好,比如說從0到10 那增量呢 就讓它變成0.01 好,這樣子 應該會 好看很多 動畫呢 動畫我們可以讓它速度什麼 快一點 速度是5 好,這樣子 OK,好,0到10 0.01 這個動畫呢 讓它是5 好了,來回反覆按確定 好,這個呢 我們等一下又來 這個 用字 這一些 摩天輪的這個 周遭 它的顏色變換 所以我現在 再回來 剛剛的這個圓 在這裡 你看,按一下 這邊就會顯示 它其實就是一個 二次曲線 二次曲線 按下 右鍵 屬性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拉過來 好,我在這裡 進階 進階的地方 動態色彩 好,記得喔 我們剛剛是用F來代表 對不對 那紅 綠 藍 三個顏色可以組成動態色彩 我乾脆這樣子好了 這個就是F 好,這個呢 就是F 加1 好,這個呢 好,就是F 加2 好,讓它去湊出這個 動態的色彩 好,記得 F F加1 當然啦,你可以設F加3 F加5 就隨便 好,反正我就讓它這個三個顏色 不一樣來去做改動 這樣子 好,我按 關掉 好,所以你看我這裡 按一下移動 在這個F喔 好,你看 它是不是就會變 對不對 好,它是不是就會變顏色 很像霓虹燈吧 好,不過我發現它的線 好像也太小了 框框太小 感覺沒有安全感 按一下屬性 好,再按一下樣式 好,讓它線稍微粗一點點 好,好,比說變 7 好,或是變9 好,看同學的喜好 好,關掉 好,這時候呢 好,等一下我再按一下F 好,按右鍵 右鍵喔 好,開始動畫 你看 對不對 好,這個摩天輪的外框 好,是不是就會跟著這個 改變顏色了呢 好,這個第一個 摩天輪的這個大的框框 好,再來第二個呢 欸,這個摩天輪大的框 這個框框好了 對不對 好,那我要知道 上面有這個 要擺車廂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擺幾個車廂 看這個同學 不過你要算清楚 我們一個圓的圓心是360度 所以你看喔 我回來剛剛我們做好的 這裡看一下 我如果要擺一個車廂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 所以你看,八個車廂裡面要幾個這個圓心角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要八個這個這個圓心角 當然啦,我可以控制到 呃,我如果再做更難的 我可以利用這個數值滑桿來去決定 我每次要幾個車廂 不過這樣可能對 呃,剛開始學的同學會覺得太複雜了 所以還是不要好了 好,那你看喔 360除以八 360除以八 八是三十二,四十五度 每一個這個圓心角就是四十五度 好,所以 回來 我們先點第一個點 這是第一個點 好,記得喔 第一個點 那這個第一個點是什麼 B 這個我稍微給它改一下好不好 我稍微給它改一個這個屬性 改一個紅點點 好,讓它看得出來這是第一個點 好,等一下 我要它來做這個動畫 好,所以我怕你等一下找不出來 再來我每個 因為我要做八個車廂嘛 所以八個圓心角 所以每個四十五度就要移動 好,一個四十五度就要變成一個新的點 在這裡 好,畫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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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旋轉 好,右邊數來第三個 好,往下找 好,旋轉 好,旋轉的地方 好,你看喔 它說先選要旋轉的物件 再選中心 再選角度 好,OK 來 先選物件 再選中心 角度 四十五 逆時針 好,先選 物件 好,不過 你看我剛剛第一個點已經變了 所以我還是把第一個點 改其他顏色好了 好,比說第一個點我就改這個 綠色好了 好,這樣子 好,跟人家不一樣 好,再來 再來,這個 選點 再選中心 好,四十五度 好,再來 選點 選中心 好,再選四十五度 好,選點 選中心 好,再選四十五度 好,選點 中心 好,四十五度 好,其實你就把八個給它做滿 好,這樣 好,那同學 好,這時候做滿呢 好,請你這個影片呢 好,可以按一下暫停 好,然後呢 開始呢,去把它做滿 再繼續下一步囉